这一节推波要带您追踪 台湾将近300名旅客 跟团到越南富国岛 却惨遭丢包的案件 虽然说旅客都已经全数抵达台湾了 但接下来才是求偿跟打官司的印证 那台湾这一端的包团负责的年代旅游 在昨天晚上就发出了7点的声明 再度来澄清 像是丢包的原因 他们说原本跟地界社讲好 2月26号才会结清尾款 但越南的地界社旅行社就反悔协议 才把客人丢包的 那年代也分析丢包的引爆点 应该是旅客在第一天的时候 有客人反应餐食 疑似是冷冻鱼 那就跟年代来控诉 那年代就对此跟地界社反应 就引方了对方不满了 那接着事发当天 地界社还造谣飞机不会飞 甚至团也不会出 要求旅客现场刷跑720美金 才愿意出团 等于是用恐吓的方式来丢包客人 那年代也收到消息了 马上就准备了后续写行程 但是为了不让旅客被丢包 年代还被逼加价了120万元 地界社才愿意继续跑团 那最后的最后 年代也更痛斥地界社 是毁坏年代的声誉 并且承诺会担起旅客的损失 而对此看到年代七点的声明 当地的当市的越南地界社 也是回应了真相已经澄清过了 强调年代就是在抹黑 那就是年代旅游欠款 那没有收到款项 他们还是协助旅客搭机回台 而且其实在平保协会的协调之下 双方已经在12号的时候 重新签了一份新的付款合约 希望年代旅游能够履行 这份新的合约全支付款 那可以看到 其实双方这次真的是各说各话 外界都看得不洒洒 不过最可怜的还是当市旅客了 因为上百个人在越南当地 就怕被丢包 所以马上就刷了720美金 而且是每个人 大约是2万多台币 才能继续跟团 那现在回国了 这笔钱该扫谁讨呢 原本以为年代旅游会全权负责 结果他们却在昨天晚上 脸书上面发了这篇文 他们写上强调会尽快的 执行法律责任 但是也请旅客 可以先向发卡银行 要求争议款处理 那大家可能想问说 争议款是什么 争议款以往都是民众刷卡之后 你有争议 但是你联系了店家 那没有达到公事 或是无法解决 才会向银行来申请争议款处理 因此年代这个说法 就让网民炸锅了 大酸根本就是丢包的第一品牌 还有人说 应该要申请争议款的是 当初给年代的团费吧 痛痞根本就是在提皮球 就是没有钱 而对此呢 平保协会今天也开始开工了 开始受理团员们的申诉 那理事长张永诚也出面呼吁 年代旅游应该要 无条件的先退还这笔费用 而且就连交通部长王国才都动怒了 痛痴年代旅游是不负责任 收了钱却把旅客丢在国外 那行程也没有安排好 最高是可以开罚1万元到5万元 再加上停业三个月的处分 而他目前呢 也已经要求观光署 要对年代旅游重罚 还给民众一个公道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丢包案 真闹得沸沸扬扬 尽管年代旅游是否认 他财务有出问题 但拖欠地接社跟航空公司的款项 导致旅游被丢包 其实可以看出是一个 整个观光业的警讯 像是专家就分析了 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因为疫情解封之后 观光业好不容易迎来了 暴富性的旅游潮 国际的旅游也是强劲的复苏 但是政府解封延宕 缺乏超前部署 再加上缺工的问题 是始终没有解决 等于业者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 重建的脚步就非常的缓慢 甚至是跟不上 那甚至啊 如果我们从富国岛丢包案 来看附路禁团令 在今年年前突然宣布不开放了 那可以看到政府的政策是有点阴晴不定的 那业者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做长期稳定的规划 那一旦资金周转不灵 最后倒霉的都是旅客 更何况其实禁团令 并没有办法阻挡业者私底下招揽民众前往 那如果像是这类的地下观光团出事了 或者是发生纠纷 更加的缺乏保障 所以只能说 大过年的爆发富国岛丢包事件 恐怕只是旅游业寒冬的意境 而这个寒冬啊 产业不振也反映在了新春的股市上 像是今天观光股开红盘日就重衰了 算是万红丛中一点绿 法人表示疫情之前 因为大陆团是在旅行社营收比重 大约10%到20% 其实非常的多 所以附路的禁团令继续维持 对业者来说 等于今年营收就直接少了一块动能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内容 好